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珍你好 我是原治老师 你好 你好 那你们现在有从解发吃东西了吗 吃东西我们试试看 你看它喝了都会呛 你看就是这样 这样子不行 后果也有给它吃布丁也不行 不听啊 也是嗆到对不对 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那我现在会帮先生做一点简单吞咽的评估 了解一下下 那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进食的时候 躺的姿势就比较斜一点点 这样就比较不好 要斜一点不好 对 我们要做起来 然后那我先给先生 我们可能会用低管 因为像吸管的话也比较容易嗆到 因为一次吸的量不知道多少 所以我们可以用低管这样慢慢的一吸吸 然后慢慢的远 那我们放的时候 然后就可以慢慢的放进去 那我们来喝喝看 那我们等一下你先含着 这样你吞再吞 慢慢的放进去了 再吞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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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